2月28日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首轮会谈 未能取得突破 尽管双方一致同意继续谈判 但3月1日 俄军强势轰炸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同时也朝乌克兰最大核电厂挺进 国际原子能总署对此深感关切 强烈警告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威胁 这座核设施的军事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发表视频讲话 指责俄罗斯军队对哈尔科夫发动导弹攻击 他表示对市中心广场的导弹袭击 是毫无掩饰的恐怖行动 乌克兰方面表示 自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以来 造成至少352名平民死亡 包括14名儿童 有超过50万人逃离家园 联合国大会今天紧急召开特别会议 预定3月2日表决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议案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在联合国会议发言期间 各国大使及特使等100多名外交官集体退席 以表达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抗议 国际其声呼吁俄罗斯停止无端且无力的攻击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签署加入欧盟的正式申请文件 并呼吁全球禁止俄罗斯的飞机与船舰通行 相关文件显示 欧盟自2月28日起对俄罗斯关闭领空 乌克兰驻欧盟代表3月1日表示 欧盟已正式启动审议乌克兰申请加入的程序 此外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表示 2月28日下午 首批中国公民开始从乌克兰撤出 第一批600多名中国留学生 已经从基辅乘坐大巴撤离 前往摩尔多瓦 3月1日 第二批近1000名留学生撤离 据中国驻摩尔多瓦使馆消息 该国对持有效中国护照 由乌出境的人员实施临时免签 据CNBC2月28日报道 纽约州卫生部发现 在去年12月13日至今年1月24日 Omicron病毒肆虐时 辉瑞疫苗对预防5到11岁儿童染疫的有效性 从68%降至12% 对于预防这个族群住院的保护力 也从100%降至48% 这项研究尚未经过同行审查 进行这项研究的公共卫生团队表示 对5到11岁的接种者而言 辉瑞疫苗的有效性之所以大幅下降 可能是他们接种的剂量比较少的缘故 洛杉矶县将从3月12日开始取消其在K212学校和托儿所的室内口罩要求 这与加州州长在2月28日宣布的加州将在同一天开始取消其室内规定一致 理由是冠状病毒病例和住院率下降 不过当地学校可以继续选择要求戴口罩 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加州、俄罗冈州和华盛顿州正在联手取消全州范围内的口罩规定 但只是强烈推荐戴口罩 据英国《卫报》2月28日报道 加拿大研究人员已发现了首例由鹿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的案例 鹿身上的毒株与目前在人群中传播的毒株并不相似 但与两年前在美国密歇根州水雕和部分居民身上采集的毒株样本十分相似 随后研究人员发现 美国密歇根州一名居民感染的新冠病毒毒株与鹿身上发现的毒株非常相似 而且这名居民曾接触过鹿 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表示 目前没有迹象研究表明该毒株在人群中传播 这可能是一起孤立病例 加拿大研究人员认为 应当对野生动物进行更广幻的监测 且从事与野生动物相关工作的人都应采取预防措施 以防止病毒变异与潜在传播